歡迎大家回到好運365 那現在我們坐在這樣子一個布局 就知道要介紹Eric老師 為我們介紹今天的這個 風水布局 對 室內設計的這個布局 對對對 OK 今天我們所要談的就是生肖 對不對 就是剛才已經談了隨時排行榜 其實我還蠻緊張的 真的嗎 屬豬的 屬豬的沒關係有太陽星 太陽星 但是有小人會跟你一物一物這樣 要遠離女人 再信得一點 老師不算 老師無國界無性別 屬豬 對嗎 對 其實我們講到室內設計 尤其是在農曆新年期間 很多時候我們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一定要以金色為主 對 尤其是過年的時候 招財 而且金色也是屬於一個很亮的顏色 而且是能夠行好運的顏色 對 所以現在我要給大家看的這個圖片 其實可以看看這個 可以去看你的家嗎 不是 看了 對 為什麼你每次都把自己拍進去呢 因為很重要 就那麼簡單 這是你設計的嗎 我們看到都很多金色的圓數 對 很多金色圓數 今年的主題其實有跟老師了解過 就是其實今年旺的顏色是金色橘色 橘色 還有就是黃色也是誰旺 對 其實紅色也是不錯的 紅色也是不錯的 但最主要的主油是金色橙色的部分 金色跟橙色 OK 所以今天這個客廳我要給大家看的 其實是用很多的金色的為主 比如講它的牆子也是金色 然後它的這一個窗簾布 窗簾 羅馬簾 羅馬簾 對 Roman Blind也是用金色 其實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金色其實你用的恰當的話 其實它不是一個什麼很熟的顏色 很熟的顏色 對 尤其是今年Color of the year其實是金色 所以說在服裝界 或者是在那個產品設計或者人家 是金色的東西會有很多 看我的衣服就知道 對了 今年流行些什麼 我全部把它穿在身上 老師 我有個問題 那是不是這個金色是今年的顏色的話 是不是明片各方面我們都可以用金色 可以大量的來用金色 對 其實很多顏色是要 比如說居家的風水 有時候也可以每一年改一點點 對 我覺得可以改一點點 比如說主題牆的部分 那假設說你不方便把家裡 貼金色的壁紙或者七層金黃色 比如說你今天買一個油畫 畫框是金黃色的 金黃色都可以 而且它的框是比較大的 這個其實也 比較明顯的 這個也吻合我們的居家布局的部分 對 而且就是說金色 因為它是 其實在設計方面 它是屬於蠻俗的顏色 所以金色我們就不能夠把它 當作很大的主題 把它點綴 只能用點綴 拿點綴 而且拿來當它的小小的S色 這類型的東西 然後老師我想問一下 金色嘛 其實金色配黑其實是很高級 很高級的一個顏色 不是在風水期來講 如果我們放太多的黑色 不行 黑水晶可以嗎 黑水晶的東西 黑水晶就是飾品的部分都可以 都可以動 還有比如說有些燈飾 用黑水晶也是很好的 對 所以水晶其實說 因為今年的流行氣 其實會是水晶燈是大師其道 對 所以我相信水晶應該是還好吧 水晶燈可以 但是黑色不要放房間 會性能感 放客廳OK 還好我的房間是紅色 中標 中標不要 中標不要 需要這個多高 好好好 我們繼續看 中標的床上面有鏡子 有鏡子 對對對 你們有來過我的房間看嗎 因為你自己下都是要愛跟我 這麼講 我應該說 不只是上面有鏡子 是四面都是鏡子 不可以 老師說不可以 太多了對不對 這樣會鬧鬼 嚇到自己了 豆樑你房間什麼顏色 我房間其實是白色 偏白色 簡單 非常簡單 白色跟黑色 白色跟黑色 這次黑色不要用太多 就我的窗簾布是紗的黑色 它棉布OK 可是它裡面是搭一個米色 就兩層它有 所以它會看得到那一個 對 對 所以老師是白色的話 白色是代表它還在等純純的愛 其實都是 老師你不是說了嗎 今年最好就有了嗎 對 桃花開了 今天很多桃花吧 對嗎 所以我需要回去點綴一些金色嗎 金色 還是需要掛一面鏡子的 那個你來我家 因為老師說我太多 我送你的 你拿唱片來跟它畫的 女物畫女物 OK 那簽名的 那我的鏡子上面也簽名給你 好 其實老師說我想知道說 如果說是白色來講 因為白色我們知道是屬於水 這是水還是 白色屬金 屬金 對 所以其實它屬雞 用金的顏色其實是對的 是 金雞對 對 所以白色是屬雞 那豬 豬仔是配什麼顏色 豬仔配藍色最好 屬豬好不好 屬豬很好 豬仔就配藍色是最好的 配藍色 配藍色嗎 豬仔藍色跟黑色其實都是很好的 但是因為黑我比較不主張用整面牆在家裡面 對 因為黑其實在我們顏色時也要講 黑色它是一個很depressing 就是很憂鬱的 會憂鬱的顏色 老師我的書房是深藍色 比這個還要深 深藍 如果 主題牆就是主題牆 對 如果你主題牆在書房 因為書房是我們看書思考 或者是創作的地方 如果是深藍色這個人的那個思想會比較憂鬱 就是想得太多 想得太深 想得太遠 有一點先天下之憂而憂 所以是優越小 不是 老師說先天下之憂而憂 所以我是那種 透天下之樂而樂 就是別人都享福完了之後 你最後一個才輪到你吃飯 我太關心大家 我博愛 其實博愛是很好聽 反義車頓 我想請問一下